中国出了个田径天才少女 14岁跑完100米只需要11秒57 甚至轰动体育总局 表示她有奥运国手水平 她在决赛中的表现惊呆众人 跑着跑着就连对手都失踪了 画面中只有她一个 比日本第一天才少女三好每语都强 这个姑娘就是出生于2008年的陈于谐 还是初中生的她就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这个女孩的天赋十分强 她甚至在没有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就获得国内冠亚军近70次 而她最近一次突破自我 是在2023年4月27日 中国中学生田径精英赛 同时也是优15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 田径选拔赛 陈于谐站在女子100米预赛上 在这场比赛中 陈于谐位于第三跑道的位置 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 陈于谐跑得非常快 起步就很稳 在比赛30米后 陈于谐就拉开了差距 在后半程里 陈于谐越跑越快 直到最后10米才开始减速 她的实力 简直不像是参加初中比赛的 最终陈于谐跑出了 11秒75的好成绩 以第一名成绩晋级决赛 而第二名黄哲如 则是跑出了12秒55 这放在初中组还是可以的 但是陈于谐的实力太过强大 让我们看到决赛 陈于谐还是第三道的位置 这一次小姑娘十分认真 并且严阵一带 陈于谐直接拉爆了第二名 身后形成真空地带 陈于谐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成功拿下100米冠军 陈于谐当之无愧的第一 他跑出了11秒57 这个成绩有多恐怖啊 男子100米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 是11秒74 女子100米国家1级运动员的标准 是12秒33 陈于谐才14岁就已经达到了 这一项标准 还是因为宁波中学生的陈于谐 除了100米外 更强的是在200米赛场的表现 还是在今年4月份 陈于谐比赛当天 当时甚至是逆风 陈于谐位于第八道的位置 但是比赛开始后 陈于谐的表现就让大家震惊了 起跑速度还是后成实力 展现出来的都是超越年龄的能力 最终陈于谐跑出了23秒61的好成绩 成功拿下比赛冠军 可以说这个成绩是达到了奥运国手水平 这个小姑娘竟然在100米和200米都跑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而且全都达到国家健将水平 未来太让人期待了 小姑娘坚信 未来的田径之路一定有他 这是在巴黎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U15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来比赛的选手都是14到15岁的选手 北京时间2023年8月22日星期二凌晨 女子100米预赛第三组陈于谐位于第八道的位置 因为这才是第二届U15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所以场地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来比赛的陈于谐无视这些 随着起跑开始陈于谐就冲了出去 这个步屏很快了 却还是陈于谐有所收敛的情况 陈于谐第一个冲过的终点 小陈的预赛成绩是11秒76 不仅是小组第一 还是全预赛第一名 成功晋级决赛 再看一遍小陈预赛的表现 咱们就进入决赛 这场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是12秒43 第三名的成绩是13秒48 小陈拿第一 所有人都服气了 让我们看到陈于谐在决赛中的表现吧 小陈骄傲地向全世界展示胸前的国旗 笑容灿烂得不得了 这场比赛 陈于谐因为预赛的成绩 被分到了第五跑道的位置 来自全世界各地最厉害的八位田径天才 即将展开激烈的百米大战 其中最为优秀的除了咱们中国的陈于谐 还有位于第二跑道 来自马尔他共和国的西亚欧 很快比赛开始了 陈于谐起跑稍微落后了一点 但是只用了十米 陈于谐就把差距补上了 接下来的比赛 简直是陈于谐的个人时刻 没有人能和他保持在一个身位 冲过了终点 陈于谐冲过了终点 拿下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百米冠军 这一次陈于谐的成绩是11秒56 他不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 在100米的个人记录 甚至追平了赛会41年记录 而且还是优18的记录 让我们看一下慢放啊 第二跑道的西亚欧 这个女孩的起跑是最快的 小陈在起跑能排在第五 不过在进入比赛后 小陈直接开启狂飙模式 一个个把前边四个人超过了 以第一名的成绩冲过了终点线 西亚欧紧跟其后 以12秒16的成绩拿下亚军 来自巴西的斯里亚 则是以12秒34的成绩拿下季军 这场比赛小朋友们可能不太适应 六道的墨西哥小姑娘从起跑后 就严重左偏 差点跑到小陈的跑道上了 小陈没办法只能也开始向左调整 然后直接加速摔开所有人 要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生打手的事情 严重影响发挥 我觉得小陈太机智了 让我们看到女子200名比赛现场 陈于谐位于第二跑道的位置 开始准备 小手一点发财报复 随着枪响 七位运动员直接开跑 陈于谐是最内道的运动员 所以在刚开始的比赛 是看不见陈于谐的身影的 但是没有几秒 陈于谐的身影就闯入了摄影机中 他要用实力压碎一切不服 陈于谐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速度非常的快 终于来到了弯道了 陈于谐在弯道直接加速 瞬间甩开六名人手 陈于谐拼了命的加速 没有一刻停歇 终于陈于谐冲过了终点 他是第一名 陈于谐跑出了24秒59 成功拿下女子200米的冠军 冲过终点后 陈于谐大方面对镜头 一个绯闻送出 笑容满面 自信大方 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吗 陈于谐这个时候不仅中暑了 甚至附带症状发热 让他的身体十分疲惫 不舒服 陈于谐担心自己是不是中招了 幸好测完抗原之后 发现是虚惊离场 然而就是顶着这样的虚弱buff 陈于谐却依然套出了断层底 虽然这个成绩 没有陈于谐以前的经验 却依然碾牙通灵的选手 未来女子短跑 就看陈于谐的了 17岁中国跳高女神也太猛了 轻松跳出1米80 一举打破陈峰11年的记录 是中国跳高未来之星啊 吴玉彤这个成绩 在未成年组是十分不错的 女子跳高一级运动员的标准 是1米75 吴玉彤甚至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 吴玉彤是河南省实验中学 高二学生 从小就被体育老师看重 在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参加比赛 在去运动会中 跳了1米31的好成绩 然后到了初一 吴玉彤身高就来到了1米70 简直天选的跳高女神啊 在初三的时候 吴玉彤身高达到了1米81 经过张凯教练的教导 吴玉彤打好专业基础 开始参加2022年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女子跳高 在决赛中 吴玉彤一举跳出1米75 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一年后 吴玉彤17岁 身高甚至达到了1米83 此时的他再一次来到了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吴玉彤不仅身高变了 实力更是有所增加 这次比赛几乎是吴玉彤 和赵宇轩两个人的对拼 第一跳 吴玉彤直接要了1米44 赵宇轩跟上 直接要了1米56 吴玉彤非常顺利的开局 拿下了前三条 而且还是一次就越过了1米60 排在了第一位 赵宇轩前两条也十分成功 第二条就成功越过了1米60 到了第三条 赵宇轩选择挑战1米63 他再一次成功了 逆转成为了第一 两个人开始了 你追我感的状态 吴玉彤和赵宇轩 都成功越过了1米66 挑战成功了1米69 接下来赵宇轩再度拔高 一次就过了1米72 吴玉彤也选择拔高 挑战更高的1米75 吴玉彤一次就过了 赵宇轩迎来挑战 无奈1米75太难了 赵宇轩连续三次挑战 全部失败 最终锁定1米72 拿到亚军 此时的吴玉彤已经拿到了冠军桂冠 但是他还想再一次挑战自我 向1米79的赛会记录发起冲锋 这次是1米80的高度 这位才17岁的高中女孩 在第二次就成功起跳 这一跳直接打破了赛会11年的记录 吴玉彤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这个女孩的未来 能走到什么地步呢 女子跳高世界记录 是保加利亚运动员 科斯塔迪诺娃 在1987年跳出的2米09 36年过去了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会有人能打破这一记录吗 中国又出一田径天才少年 14岁白米标出10秒72 达一级运动员水准 同年龄段的苏炳天都自愧不如 来自湖北的胡嘉诚 今年才14岁 身高1米8多 他在13岁跑到11秒16 已经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 而在今年的8月份 胡嘉诚参加2023年 全国U16田径锦标赛 更是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在男子100米预赛中 第7跑到达是咱们的主角 而胡嘉诚在放水的情况下 跑出了10秒77成功晋级决赛 胡嘉诚在预赛就刷新了自己的个人PB 在100米决赛中 胡嘉诚这一次处于第4道的位置 隔壁第5道的选手 吴楚兵就是这场比赛中最为强大的对手 让我们直接看到比赛吧 随着枪翔 比赛开始了 胡嘉诚跑得非常快 跑出了很明显的差距 跑过了终点 胡嘉诚的成绩矫正后是10秒72 这个成绩简直太牛了 要知道男子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也是10秒93 胡嘉诚的10秒72绰绰有余啊 胡嘉诚在起跑的表现十分不错 但是还是稍训吴楚兵一筹 接下来的比赛几乎被他们两个人承包了 两个人占据着比赛最前的位置 此时的吴楚兵甚至更快一些 但是胡嘉诚的后城爆发了 直接越过了对手 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才14岁就成为了国家一级健将 就连苏炳天比他这个年纪还大一岁的时候 也只能跑11秒多 但是胡嘉诚的实力还远不止这些 接下来的胡嘉诚在200米赛场 再一次释放自己的统治力 当他开始跑步的时候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 最终胡嘉诚以21秒91的成绩 成功拿下200米冠军 中国男子一级运动员200米的标准是22秒02 而胡嘉诚跑出了21秒91 双向国家第一 这就是中国的初中生 这就是中国田径的未来啊 中国14岁田径天才少女 百米赛场12秒04 成霸全场 一天打破两次纪录 甚至达标了国家一级运动员健将标准 中国田径再出一位天才少女 这个小姑娘是重庆小妹程晓菱 程晓菱就读于重庆一时 她从小就喜欢体育 虽然才14岁 就拿到过两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女子100米的冠军 在2023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 程晓菱再次参加女子100米的比赛 在预赛中 程晓菱的表现就非同反响 让我们看到比赛吧 第三道的是程晓菱 很快比赛开始了 程晓菱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12秒19 在预赛上可以说是程晓菱一棋绝尘 她都跑到了终点线 第二名和第三名却在四米开外 最终跑出了12秒19的好成绩 程晓菱再一次打破了赛会记录 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 女子100米成绩在12秒34以内 14岁的程晓菱在预赛就跑出了如此好的成绩 不怪其他人打不过呀 程晓菱以预赛第一名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 第三道的又是程晓菱 程晓菱决心要在这个赛场画下自己的一笔 程晓菱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位于第六跑道的初三学姐曾希文 曾希文在7月份举行的U系列停进联赛 以12秒33的成绩获得U18女子组冠军 并且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 是一位十分强劲的对手 让我们看到本次的决赛吧 枪响开跑 程晓菱的急跑反应非常快 曾希文稍微慢了一点 程晓菱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本来就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他 在中段就直接爆发了 一个加速就甩开了所有的对手 成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12秒04 程晓菱成功未免初中组 与此百米冠军 这场比赛中程晓菱的表现太优秀了 决赛中再一次打破赛后纪录 而曾希文也十分亮眼 跑出了12秒34的好成绩 成功拿下亚军 第三名还是重庆的小姑娘 杨慧跑出了12秒44 拿下季军宝座 成晓菱不仅打破了记录 还再次拿到了全国初中组的冠军 但是他没有骄傲自满 而是继续参加比赛 这是初中女子4成100米的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 程晓菱的表现是最亮眼的 重庆一石队在前期 一直处于落后位置 程晓菱是第四榜 当他接过交接棒的时候 奇迹开始了 程晓菱最后50米奋力一搏 直接逆转战局 在最后一步绝杀了对手 成功拿下冠军 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程晓琳的表现太让人敬佩了 尽管她还是一个14岁的初中生 却比许多人更坚韧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